大家请合掌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事教遗迹教灌刚中和所 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尼 各位沙咪 各位沙咪尼尼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提到说 在教灌刚中 那么当中呢 已经呢 偶尼大师呢 也告诉我们说 藏教的修学呢 是正化而称 旁化 正化而称 旁化菩萨 所以你看看喔 菩萨不菩萨 那是就他发心来说 但也跟他的内在呢 能学什么 有差别 都是菩萨 可是内在所学不同 他可以是原教的菩萨 也可以是藏教的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内在所学不同 就好像 愿意去帮助人的人 看起来都是在帮助人的 但是帮助人内在的动力是什么 他的心理基础是什么 那是各个不同的 这就是所谓 这个会有学习上的不同的 藏教 同教 别教 原教菩萨 所以我们泛泛地称菩萨 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大小称啊 这个行菩萨道就是大称 那里就是要讲 大小称 是两个道理放在一起 是学的教法是大称 那诱发菩萨心 一般我们讲菩萨的话是指 我们讲大称的话是指说 他开了才大车 运载 运载众生 其实就发心说的 固然是开大车了 但开大车的用的油不一样 或者说开了大车 怎么个大法不一样 两人以上就算大车 只载自己就是小车 神文人就只载自己 但两人以上 你什么呢 九人座也叫大车 高铁也叫大车 那你要怎么算呢 意思这样 所以 就大小称来说 其实就是他发心 或者他能力 愿不愿意去运载他人 这样来讲的话 还是没办法分别 他是学哪一种教法 所以我们就会再加一个名词 什么教的大称 或者叫什么教的菩萨 那才叫大称 那什么教的菩萨 那就变成你学的是什么 那发的是菩萨心 固然都一样 所以就变成 藏教菩萨 别教原教 通教原教 别教这样 藏通别原四种教 各有菩萨 菩萨是就发心说 他就是大小称说 菩萨心就是大称心 小称就是为自己 那发大称心的人一定是学 一定是学大称教法 不不不这样讲 一定是学佛的教法吗 不一定 藏教跟通教学的是罗汉 通前的那些修行人 他学的是罗汉法 泄托法 或者叫僧文法 或者必知佛法 圆觉法 一圆 十二因圆而绝 你看他学这个法 他重点在解脱 但他愿意发心去帮助别人 这样懂吗 你去看泰国 他学的是小生文 我们讲叫生文教法 不能说小称法 但他看起来发了大称心 这样 那这种混淆是很容易混淆的 例如我常常提这位长老的用意 那不是清漫的意思 也不是自占回答 就是说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他用语当中也是很容易被混淆 他说泰驱大师他去泰国南洋一带考察 回来到台湾写 不是回到中国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 意思就是说 啊我们中国佛教讲都讲大称 其实都在深山里修 你看那个生文人 你看那个泰国他们虽然是学小称 你看他们行菩萨道 这是混淆的说法 大称其实就是胡杀道啊 但是大称是指他愿意承载大众过去 但问题是用什么教理呢 他学的就是深文教法 学深文教法不代表他就不能够 发心帮助别人呢 也不能这样讲 但是他的发心仅止于这一世 或者说仅止于他乘罗汉之前 他究竟要去乘罗汉的 要知道 他如果不去乘罗汉的话 他就不叫深文教法了 他的教法就只告诉他 你要去度众生可以 但是呢最终你要去做阿罗汉 这叫做正化二称 那个教法是正化你二称的 这样听懂吗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他到底 你说他在什么时候看起来不发心 正阿罗汉内叉那不发心 还没正阿罗汉之前呢 他是有可能发菩萨心 利益一些众生的 那就是所谓的盘化菩萨 要弄清楚喔 懂吗 因为他是发菩萨心啊 但就在正入 天真捏盘内叉那 他就摆明 他就是名符其诗的 深文的 罗汉 罗汉果味 但有一种人确实是不一样 他就 到了可证的时候 他不正进去 不正进去 他愿意继续发心 有这种情况 但是根据阿加曼的传记的话 他就没办法这样 你看他要舍那个菩萨心 然后我才能专心的一路修 深文教法 为什么呢 这个确实在意义上也有可能 我心里挂念着说 我要去利益众生 那我是不是会这样想说 我利益众生到什么时候 我就不利益了 有时候很难 有时候很难 你说 一男与女为什么要去结婚 他男的如果跟女的讲说 我们结婚吧 那结婚三年就好 我爱你大概只能撑三年 三年后我爱不了你 你看哪个女人会嫁给他 反思亦然 谈你两人还没吵架之前 一定都是天长地久 结了婚之后 我们观察的人 才是观察他能撑多久 但是他本身 他本身一定是宣称天长地久 还没有 还没有对抗之前 夫妻还没有对抗之前 他一定是这样 所以你看凡夫都这样 都期望一个天长地久 你想想看 他发了菩萨心要去利益众生 有什么理由他不天长地久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修着修着修着 真的要修入的时候 他会 内善门他关不起来 杜众生内善门他是关不起来 他还是会开 他最终是怎么样 最终还是走进人间 或者最终呢 被其他教法接种 通教 会接到别教去 会接到原教去 他最终会这样 他门不关嘛 他门不关他一定会 有个什么意义 第一个 他因为利益众生 心 充沛 这种菩提 这种是菩萨心 还不一定是菩提心 他只是不忍众生苦 他可能想的是 要让众生解脱 他还不知道要让众生成佛 他还不一定 有些众生他不知道要成佛的 他说要解脱就好 阿迦曼最明显 阿迦曼他证果之后呢 他有些东西还是不懂 因为他不是证片子 他还是不懂 他就作意希望罗汉来教 结果有说是佛来 他自己知道 他心中想的罗汉 其实来的是佛 但他懂 就像阿韩经里头 有分别罗汉跟佛 两个还是有分 但对不起 佛是你 我还是是我的罗汉 像这样子呢 不是他故意 他认知的教法就这样 他觉得解脱最重要 他你教我一个方法 我这么信任你 那我现在正要去完成 我管你你是谁啊 你懂吗 救生员 救火人员来救我 我只要依着他的说法 怎么样爬那个滑梯 然后怎么样下来 然后被你 被你这个救生员救走 这是我该做的 我不需要去学着做你救生员 我当然知道被你救的人 跟救生员这两种人 被救的人跟做救生员的 这两种人当然是不一样 可是我乐得被你救 但我不必要我自己成为 打火英雄啊 我可没有啊 这样懂吗 是不是这样 人性本来就是有这种差别 但有人会觉得说 哇 你救我好了不起啊 我要跟你一样 有没有 也有这种人 当然也有这种人 有人愿意去当军人 保国为民 但可能会死亡 对不对 那做救生员也可能有危险 救火人员更是有危险 他乐意啊 他可能过去发怨 今生看了什么原因 他愿意 但大部分的人被救出来的人 他们有这种想法 一样 罗汉被佛所救 他也知道 不是 罗汉在未成罗汉之内 他是凡夫 他被佛所救 救是什么意思 救成阿罗汉 他愿意去成阿罗汉 就是他去离开火宅 但他又转身一看 诶 刚刚救我的救生员又爬进火场了 他去救另外人了 你会不会也跟着爬进去 不会啊 你赶快回家洗澡 去收惊 去收惊 去吃什么汤圆 什么素猪脚面线 你去做那个收惊的事 台湾人吃猪脚面线叫做收惊 这是什么话吗 这是爱吃而已 这哪里跟收惊有关啊 你还不如念大悲咒 对不对 吃猪脚面线 那会收惊的 因为平常古代过去 吃猪肉也不容易 你懂吗 大概是猪肉香香 香喷喷的 又有那个胶质 含在口里即化好吃 好吃就有疗愈功能 吃了有疗愈 虽然这种油脂的东西吃了伤身 但不吃伤心 你懂为什么 与其伤心不如伤身 是不是这样子 生病好医 心病难医 所以吃了之后就觉得 好疗愈 疗愈就觉得 受惊好了 就收惊好了 所以古人说 吃猪脚面线 就平常没得吃的 我这次给你吃 这样子 而且猪脚面线不是正餐 它就可以像个零食一样 很有什么呢 很有满足感 吃零食才有满足感 吃正餐不一定有满足感 吃正餐是一种责任 是一种活着的责任 有时候没那么满足 你看看 巧克力你会当正餐吗 可是吃巧克力满足感 疗愈感比吃正餐还有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西餐 最后都来个甜点 就是要你最后拿一个甜嘴 拿一个满足感走出这个 走出这间餐厅 去讲好话 讲好话 你要知道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种 这是一种 这什么 疗愈功能 好了 你只会去做这种疗愈功能 你会跟着这救火员 再冲回去救人吗 不会啊 一定不会 为什么 你才刚被救出来 你去安安问问就好 所以他知道佛是救生员 他也知道佛不指的在救众生 他也知道被救的他 跟救生员是不一样 但他还是安住在被救的状态 所以他就出离了 就出阿罗汉去了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太有可能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太有可能了 我们说三人行不由我施 见其善者而从之 那不一定的 有时候是不一定的 我们说善归是你 你归你 我们意在做善是别人 还是冷眼可以旁观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 因缘就是这样 所以菩萨最终会被接种 所以它是归化 为什么叫归化 因为它不正 它是解脱法 光看那个西空观 目标是苦 空 无常 无我 哪个是要你想要留 让你留在人间 既苦又空又无常又无我 你什么东西要让你能够修成了哪一件事情 让你留在人间 没有啊 无我 大家都无我 我看你们也无我 你们像梦境一样 我度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没有啊 你看看喔 你看到一个人在做梦 在梦中他正在做噩梦 好紧张啊 你顶多就是把他咬醒 你难不成说 他在梦中好可怜喔 我赶快来做梦 梦境 进入他的梦境 然后去救他 这是电影才会演 对吧 电影才会演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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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而已 你一般人 一般人不会这样做啊 就把咬醒就好了嘛 那麻烦 对吧 是不是 阿罗汉就这样 他认为什么叫咬醒 就是我 我去证给你 我所谓的咬醒就是 我把教法教你 你就有机会自己修来 醒要你自己醒 他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他不想要去入你的梦 你的生死是梦啊 无我啊 苦空啊 苦空我还叫我进去啊 所有的梦都是苦的 所有的梦都是空的 无我的 只是你们这众生才在那里 瞎做梦 那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教你自己醒来 但佛不一样 佛 佛说苦空无常无我 也是假明 一切皆是实相 他不着空 不着苦 阿罗汉就是着苦为真实 是生死为冤家 他非出来不可啊 我自己都不出来 我怎么救人呢 可是他忘了 他这么一出来 就救不到人了 他忘记这件事 就是好几个理由 你就可以发现 他的行为是可预测的 他不利益众生是可预测的 而且他也不是恶意 所以他正话 他在讲解析空 空于一切 不会在空中有妙有 那既然是这样啊 众生生死也空啊 所以他也不会落在那 再来一切都是苦我无常 苦 所以他急得要出来啊 所以他正话而称 那为什么叫旁话呢 我上两堂课我不讲吗 我说我们到底修不修生文教法 可以啊 当我们对大乘教法力道还没那么强的时候 我们兼修他来旁话我们自己 兼修就是旁话 干嘛 借用一下嘛 你一定会问说 菩萨就去修别教圆教去了 干嘛要旁话 用这种生文教法 比较low的教法来旁话他 因为他是发大心啊 可是烦恼还很重啊 这种生文教法的话 断烦恼最 是他的优势 懂吗 因为不用去想众生怎么回事 只想他自己就好 最方便 有用 所以呢 习惯 习惯于自立 那我把这个教法拿给菩萨修 不是要让菩萨修到极点 去证悟那个自我解脱 但是呢他也有烦恼啊 好那坚修一下 这叫旁话 不然你想为什么要旁话 我问你喔 我问你 这个 你都已经考上高中了 你还要不要去小学旁听啊 有没有必要 理论上不需要啊 只有一种人情况需要 他是外配 对吧 他可能还要去台湾的小学去读Bopomo 因为Bopomo全世界只剩下台湾在用 好像香港没用了 已经没用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那简直是全世界 全世界 只剩下这2300万人在用那种 全世界没有的这种符号 Bopopomo全世界 我们觉得好自然啊 没有 所以为什么 马来西亚来的人他会用 无虾米输入法 因为无虾米输入法 因为无虾米输入英文 做 做拼形拼音用的 是这样 他是模拟那个形象 中文的形象跟中文的音 是这样 是这样 那 那这样子 所以说 比如说哥哥 哥哥就是什么 TOTO 有没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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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T 一个T一个口 一个T一个耳闻 这样对不对 所以他那个 无虾米他就是 用英文的形 偶尔用英文的字 用英文的音 来 来模拟 模拟中文 所以那也记起来蛮好笑的 这样 哥哥啊 哥哥不是这样吗 那叫不是T 一个O 一个T 一个O 一个T O T O T 不就哥哥吗 不就是那个哥那个字吗 那后来呢 后来可以用 取头取尾 这样就跑出来 越来越简化 所以 无虾米 就是没什么啦 的意思啦 没什么啦 这个说穿了没什么 这个输入法说穿了没什么 听说他输入快到什么 比赛的时候 中文输入法快的时候 一分钟 有的人快快 一百三十五 三十八个字 一分钟 一秒两个多字 这样 叮咚 两个字 他其实一串一串的打 他能这样打 不管 我 我还是我的波波摸算了 大概要背一个礼拜 才背得起来 人家那个马来西亚来的 因为波波摸他完全不行嘛 他就会死背 很快一个礼拜就学会 那你会波波摸 你老是会把他弄到波波摸那里去 好 那么 所以说 有谁要去去盘化 有 那个菩萨本来应该要利益众生 不在意自己 可是他有一种菩萨 他对于自己的断货 对自己的烦恼性呢 他的力道还没那么强 他还是要学一下 第一种 第二种是什么 他去教别人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要拿来用 对吧 他度化的众生 不是每个人都做菩萨 菩萨自己是要 不自己入灭 要去度化众生 但问题是 他度的众生 不是每个人都菩萨 你听懂个意思吗 你不能说 每个人 每个人都行菩萨道 然后你被我度 你也要做菩萨 不一定 真正行菩萨的人是 我是菩萨 至于你呢 你顺你的因缘 你要真要学 神文教法 做阿罗汉 我也教你 佛不就这样 是吗 对不对 佛本身是菩萨啊 然后他度化那么多阿罗汉 他也没要求他们说 都不行 都不行 都能给我留校查看 通通通通要去给我发行 去再去 再去什么 深造菩萨法 才可以 没有 他还是给他一个学位 毕业了 阿罗汉 有没有 所以菩萨有两个理由 需要再被 被 被彭化 然后一个就是 他将来要利益众生 一个就是他自己要自立 短暂的利用他来自立 为什么短暂的利用他来自立 你看 你还没读到大学学微积分之前 你还是得学的 你在做蛋糕的时候 你还是得学的怎么去量他的体积啊 怎么样子 只是不是用微积分的量法 用微分积分的量法 你可能用重量去换算 重量除以高度去换算 那这样 这是你的算法 是不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 你当然最终会越学越高阶 用的心法会越来越深 是可能 还没到那个程度啊 你的根气还没到那个程度啊 那真的就得 你去先学一些人本思维的 人本主义的 苦是人本的 人的本 人的根本 以人为本 苦这种感觉 对不对 狗还不一定有本有苦感 狗啊 你看那狗傻傻的 你养他只是给他一餐或两餐吃 他看到你都好高兴 他一生当中就是看到主人就高兴了 他怎么样 所求甚寡 只需要看到主人就心满意足了 你懂啊 所以他为什么让人类这么 很甘心 让人类感觉很爱 就是因为他 他回应给你的那个爱 很单纯 他没什么烦恼 他有吃就好了 那要外面下雨的话 他可能短暂时间 心情欲足 会有一点那个脸神 不太好看 你只要再给他一点好吃的 再跟他玩一玩 他就忘记了 刚刚不能出去玩的烦恼 但人类不一样 人类会把这个烦恼加那个烦恼 再加这个烦恼 昨天的烦恼加前天的烦恼 加现在的烦恼 然后膨胀为更大的烦恼 你会觉得很难伺候 你懂吗 所以人最难相处 比跟狗来比的话 真的人超难相处 跟鬼来比也是超难相处 你懂吗 鬼你只要一支香 一个书文 送一部经帮他回向 他就会看到你的诚意 但是人缘之间 有时候连这样他就不相信你 他还是不相信你 你看那个夫妻 用一辈子都不一定互相相信 阿娘喂 这真的我对于那个 愿意去结婚的世俗人 充满敬意 这么困难相处的事情 居然你们 这个身先世俗 一无缓顾 阿叔不要再说这样 把我们靠 没有啊 我真的诚心诚意的 对你们表示尊重 太难了 太辛苦 那么这样就知道说菩萨 为什么要盘化 有这个必要 但仍然那句话 也不是所有的菩萨 对不对 我说大人还在读小学 是因为以前老的时候 年轻的诗学 或者他是外配 他才想要再去读小学 不然那大人呢 应该是读中学 高中 高级中学 应该是那样才对 就意思一样 基本上菩萨 不一定要被这个 旁化 但还是有可能被旁化 换句话说 如果你觉得你要被旁化 请别忘了 你还是发菩提心 懂吗 你只被旁化一下而已 你不要整碗旁去 整碗都端走 然后觉得这就是你的菜 那不是你的菜 懂吗 那不是你真正要吃的菜 要吃的饭 你的饭在别教之后 基本上是原教 但至少是别教 因为别教最终也会被原教接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一切法只有一法而已 佛法 你自认为你是菩萨发心 但是你愿意被 僧文教法旁化 那既得 那只是旁化 懂吗 最终你还是会离开他的 你不要死抓他不放 这样就不对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吗 这个旁化要了解 我这个讲法在对峙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 你忘了 你发心 但你因为知道旁化 被旁化到忘记你是谁了 你原来出发心事做菩萨的 结果学阿罗汉法本来是旁化 化到后来 把菩萨界给舍了 有没有 其实阿加曼大概就是这样子 不然他怎么可能去发菩提心呢 怎么可能去约他老婆说话去行菩萨道呢 对不对 搞得他老婆一直在中阴声中 他们翻译 英文翻译叫幽灵 幽灵 幽灵想到电影里头的情节 飘 然后飘到旁边 跟他讲他也听不懂 对不对 那个不是的 不能讲幽灵 那就是中阴声 奇怪他可能翻译英文的用词没有这个中阴声的字 他应该是拼字造出来的 对 或者是现在已经有了我不太清楚 是这样 对不对 他才会有这样 所以可见他已经以前发心过 在大乘诗当中发心过 所以我为了避免你们以后又变成阿加曼 诸位变成阿加曼的Part 2 这样子 所以我要第一个先 用意就是说 那是庞话 你不要把它搞真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再避免第二个事情是什么 现在我这些佛学院 他说 好啦有大秤 但小秤要做基础 没有啊 我说过了什么叫基础 你看看那六祖大师啊 或很多大秤人啊 他一下手就学大秤了 你看有个老太太啊 他学什么大秤 他连大秤都没学了 何况学小秤 可是他念了佛了 他自然就发心 行菩萨道 他不一定要拿 僧文教法做盘化的基础 所以这个盘化是因人而异 知道吗 因人而异 没有说一定要先学僧文教法才可 才来学大秤 不过当然了 大秤一定有部分教法 会有声文教法的说法内容 但他的最终解释 跟目标都会不一样 你比如说 当他在解释 解释说 你是一个凡夫哦 就你的立场说 人生是有苦哦 他是会这样讲的 这个时候他讲的那个苦的观察 跟声文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最终会跟你讲说 不过这是你梦中的感觉 嘿嘿 这句话不一样 你要是听完 他如果是没加这一句 然后听完说 真的啊 我有苦呢 是不是要断苦 然后那位大秤士如果傻傻的说 对啊 那就错了 那这样就错了 断苦就错了 断苦就正真 入天真捏盘了啊 对不对 前面不是讲吗 你都要一点怀疑呢 俘获不断啊 不是在这里 对不对 哎呀 有没有 有没有 看这个看这个 俘获不断啊 可是多少大秤士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叫你去断苦呢 一大堆哦 现在网路拉起来一大堆哦 法师你在自占回他 我在自占回他 我是在分别教法 我在自占回他 我干嘛要自占 我干嘛要毁他 我在辨别教法 这个教法 一直被拉到解脱法那里啊 已经好几百年了 不是今天才这样 古来 近几百年的那个古德的书 你都充斥着这种话语 要解脱要解脱 懂吗 你老想解脱 你的菩萨心你怎么发得起来 这种例外 我不用想解脱 我往生极乐世界大解脱 哎这可以 这是可以 但是不能够自私 不能发展成自私的态度 是这样 所以你看他不是俘获不断吗 他没跟你讲了吗 所以说 这可是偶异大师的金欲之言啊 这当然是从天台智者大师的这种理解一贯下来的 本来就是这个说法 浮获不断看到没有 其实后面还有那句话嘛 滋润众生嘛 就是说浮获润身 有一种叫法叫流祸润身 流祸而润身 我问你啊 我都不流祸了 我都已经在三界外 我怎么滋润大家 是不是这样 连line都不通 你别忘了 三界内跟三界外 是没有讯息可通的 当然只有佛 佛回入娑婆 菩萨回入娑婆是可以 阿罗汉他是在什么 究竟的三界外 稳住在那里不出来的 这样同啊 所以你看字不写在那吗 浮获润身 所以说很 我要避免这两个事情 就让你兼修 但是不是让你断祸 让你认真 不是 兼修而已 过度其用一下而已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所以也不要怕学一些 但最终一定要弄对 所以不不不不 那第二种就是 在 在教育人的时候 也不要把它说成说 没有这个做基础 不能学大乘 不是这样的意思 大乘当然会 急于这些基本说法 因为对一个 从来没学佛的人 你跟他讲 行菩萨道成佛 你怎么可能 你大概跟他讲说 很苦哦 他会懂 苦他会懂 你懂 跟他解析一下 这种解析完全是神文教法 苦空无常无我 然后他很贪 你也跟他讲无我 你要跟他讲无我 你不能跟他讲长乐我净 他正在贪 正在有我 你要跟他讲长乐我净 他就贪得更严重了 你就跟他讲 他讲无我爹 无常 你失恋了 失恋了没关系 天涯何处无芳草 我跟失恋人讲 天涯何处无芳草 完全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 当时我弟弟 我双胞胎弟弟 他在家里摔杯子 三天不出来吃饭 关了门 他妈妈吓到了 打电话给我娘 说能不能请我去跟他讲讲 他们两个大人彼此知道我们是兄弟 但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被我母亲告知 那我就真的去找他 他女朋友跟他 这样子 跟他切了 这不行 他一天到晚换女朋友 他容不得人家跟他换一次 你懂吗 男人的尊严吃不下来 我就跟他甩东西 这样 我去跟他敲门的时候 他在里头吼 别是我了 我跟他讲 是我了 他才声音转变 你没有必要开门跟我聊一下吗 他才叩8x4 好几个锁 口即叩4 Putting 现在打开 然后才进去跟他聊 这样 这一幕我还记得 大二的样子 大二 那时候还没有捷运 台北都还没有捷运 都在坐火车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 我们都住北头 刚好去上学的时候 他住在士林 他到台北去 有时候是因为他读彰化 张师大 所以他有时候回来台北 周日要回彰化 刚好出门我怎样 我跟他在火车上聊 聊着聊着他跟我讲 这个女朋友怎样 后来那个女朋友怎样 哪个女朋友怎样 聊了一堆 所以我知道 从小时候他就这样 但是他会很痛苦 那时候我很痛苦的时候 我已经学佛了 我不会跟他讲说 那是无偿的 感情是无偿的 那时候连这样都不能讲 你知道我怎么讲 我跟他一起先骂那个女的 一起骂 我骂得比他还凶 最后他才 好啊 你不要说什么 他还在告诉我 告诉我不要再骂了 那我就觉得我成功了 他觉得他不想再骂了 因为骂到后来 等于骂他自己 对不对 因为我骂到一句话了 没关系啊 哪个笨男人跟这种女人的话 他也是不得 不是不得好死啊 他也没什么好结果 其实要讲他嘛 是这样的 他后来就 他后来也就 好了啦 好了 那那个谢谢你啦 谢谢你来看我啦 讲这话我就知道 没事 因为我们不太清楚 他会做些什么事 他在二楼啊 他的房间在二楼啊 到最后会跳出来谁晓得 是不是这样 大家有点 不说出来的害怕 是这样 所以他妈妈才会那么紧张 当他讲这我就不用怕了 后来我就约他下来去 去吃冰啊 去吃面啊 哇靠我请他 给我连吃三碗 亏了不少 因为已经饿了两天多了 没吃 心情好了 要先吃三碗 是这样 他吃荤的 那时候我已经吃素了 那我还是陪他吃一点肉边菜 这样 因为那时候要度他嘛 所以这种事情 你看看 你连无常都很难说 你都要去 用众生的样貌去讲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就很清楚知道 哎呀众生难度 所以偶尔运用 声闻教法的教法内容 不是叫你要正入 那也不是叫做 那叫做基础 不竟然这样子 你懂的意思吗 有人一念佛就一切解脱 真的有这种人啊 他已经念起佛来啊 万元放下 好坏都不理 觉得好甜蜜 有没有这种人 有哦 那个经历过痛苦的人 没什么可以再苦了 的人 有一些不少 我看 中国大陆在早期 佛法弘扬进去 那时候中国大陆 没有那么多有钱 没有那么狠 特别是大西北 那穷一穷二百 那里往生人特多的 为什么 哎呦 有佛可念 一切满足 你懂吗 他饿也饿过 病也病过 死也死过 动也动过 苦也 什么苦没苦过 现在呢 儿孙已经有了 不一定是满堂 那么呢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餐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番薯饭吃 番薯粥喝 他已经满足到不行了 已经怎么样 谢天谢地了 伟大祖国 给我能够这种日子过 那剩下干嘛 剩下干嘛 念佛 我没有什么不满呢 我一点都没有什么 我太满足了 有没有这种人 有啊 还真有啊 就应光大师讲的 下下人有上上志 就这样来的 所以有上上志啊 他干嘛还来跟你什么阿寒 做基础 下面你人间苦空无常 他早就知道了 他讲的比你还熟 是不是 他不用推论 他只要稍微回忆一下 他年轻子多苦就OK了 是不是 他或许不知道无我 是吧 他宁可不要我 我的这么苦 我还要我吗 我现在往生极乐世界 我管他的 我去了再说 你看他不用动用无我的思想 有没有 他只要一个 我爱阿弥陀佛 爱到底 搞定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了 有 不要睡着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 也不能硬要拗他说 他一定是基础的 没有经过他 你不能学大秤 没那个事 没那个事 不过当然 我们还是教 懂意思吗 我们还是教啊 你看我教多久了 不 今天刚好满 今天刚好999集 下一堂课就1000集 1000集是不是要撒个花 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做个什么法会 佛前回向一类的 那个维挪师 你要安排一下 结果维挪说 好啊 网课打三规 以资庆祝 这些都以信 那么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说呢 生文教法 概念上 我们说盘化 那个观念要小心 不要把他想了 想过多去 也不是说他不行 这样知道吧 好吧 这很重要 接着 基本上证文结束 那我们来看 里头有讲到说有一句 这个这个这个 假说菩萨三棋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三棋 是三阿森棋 是三阿森 没有什么大阿森棋的 就是三阿森棋 那真正讲 棋是指阿森棋 它没别的字 棋就是阿森棋 在这里的三棋 是数 是讲数量 三个阿森棋 懂吗 不是大阿森棋 没有所谓大阿森棋 阿森棋就是无量数 这样懂吗 好 那我们现在来解释它 阿森棋是个什么概念 阿森棋呢 在印度概念里头是这样的 我忘记了 这个阿森棋摆在第几位 还是根本没摆进去 摆在最后面 我可以再查一下 我们可以再查一下 印度呢 从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十亿百亿千亿 什么照 什么经 什么一路 它呢这样一路数 据说各十百 每一位往前 往下一位增加一个零的时候 它都有个名称 是一个真正的名词 那这样名词有多少个呢 没多少 六十个 六十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后面六十个零 每一个 比如说第一后面五十九个零 有个名字 一后面六十个零 有个名字 一后面 一啦 乘以 你看嘛 一后面一个零叫做多少 叫做什么 两个零叫什么 百 三个零 对就比如这个意思 后面呢 有六十个零 还有个名字 第五十九个零的 第一后面五十九个零 也有个单独名字 反正说印度人 对数目 他可以意念到 一后面六十个零 的那个概念 结果呢 阿森奇呢 是 无边无边零 六十个零 还是叫不出 六十个零 还叫得出名字 但 六十加一呢 已经叫不出名字了 对不对 六十加二 就六十二个零呢 六十三个零呢 那我如果 一后面有 无量无边零呢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那叫什么名字 阿森奇 他中间就没再办法 叫立名了 我怎么立啊 无量无边 我怎么立啊 我先立六十个 六十个之后 有一个叫做 还有一个名 叫做无量无边 个零的 那个数字 我给他个名 叫做阿森奇 所以他真正名字 有几个 六十加一 懂吗 懂吗 这样知道了 印度实在太厉害 印度人对数字 真的是天才 他这个族人 这一族人 他对数字 实在太敏感 太敏感 我们讲阿拉伯数字 根本不是阿拉伯数字 是什么数字 是印度数字 我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因为阿拉伯人 跑到长安来做生意 当时的华人 都用国字 在写一二三 那写了半天 怎么计算 你怎么拿那个 一个字一个字 来算来算去 你不能再写到手歪 对不对 然后就看到阿拉伯商人 跟你做买卖的时候 怎么记的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进位 第十就要进一位 就又一零 然后再十进位 就一零零 它叫做十进位法 那当时唐朝 唐朝时代 汉唐时代的商人 这个华人的中国商人 觉得这好记 又好写 然后就 我们技术 用阿拉伯商人的那种技术法 后来就说阿拉伯数字 是这样来的 是阿拉伯人 经过印度学了这个数字 然后再往东北 再往东北那边 进到中国来 然后用的 他去跟印度学的 你知道 但印度人呢 印度阿珊也无所谓 他明明是他们家的数字 他也不会去像韩国人一样 去争什么呢 争那是我的 我的专利 我的国粹 你懂吗 那韩国人就会这样子 他现在连包粽子 今天我才吃粽子 又想到韩国人 韩国人说 包粽子是他们发明的 韩国人说 屈原是他们家的人 韩国人说 那个孔子也是他们韩国人 哇 哪一天 这个释迦佛也是他家的人 这样搞不清楚 好那不谈了 那好 那这个数字呢 我们来解释它 就是说 印度他对每一个十敬畏 都给个名 给到六十个 六十敬畏 第六十个敬畏 就六十个零 之后呢 没办法再给 但他的想象中 还有好多好多 你比如说 恒河沙 恒沙不是数字 恒沙是一种形容 它不叫数字 但它有一个数字 叫做无量数 这个数字 后来呢 在西方在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个概念 好像第十六世纪才开始有 人家印度人呢 在三千年前就有 差那么多 你想想看 十八世纪还是十六世纪 忘记了 这个数论的人 你们了解一下 我忘记在什么时候 还是这个时候 他们才开始有这个数 叫做什么 这样写 无限 infinity 这个无限 懂吗 有没有看过这个字 这个limit 无限 就是无限趋于哪里 limit是趋向哪里 这个无限 这样懂吗 懂意思吗 OK 无限这个观念 很恐怖的 一直困扰数学家很久 印度人呢 在这个部分就没有西方 后来进步了 比如说 假设是无限 那西方人就开始想一件事 无限 那 直数 数目是无限 换句话说 我可以在1后面加 无边无边的0 或加1 后面加 12345678 12345678这样 你比如说有人算那个圆周率 有没有 算圆周率 世界上有一个比赛 叫做记忆比赛 蒙古人也很会记忆 不是韩国人 是蒙古人 蒙古人 我是讲蒙古国 蒙古国 蒙古国现在是世界记忆大赛当中的强国 你知道吗 圆周率 3.14121什么多少多少 多少对不对 那个3.1412往下算 你知道现在人是算到多少 你知道吗 2000还是2万个 一整本 吓死人 那怎么算的 这样听得懂 这听得懂我意思吗 然后有一个比赛 就是比赛背圆周率 3.1412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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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更可怕的小孩哦 就跟他说了 好 3.1412小数点以下 第78位数目是多少 说出来 6 细啊 你要去翻书 小数点76位下面是多少 果然是6 这样 记忆力可以到这个恐怖 好 那数字是这么大 所以在印度阿森齐 就是无限数的意思 无限数到底可不可以计算 但你可不可以计算 可以计算 是可以计算 那才恐怖 所以佛经就利用了阿森齐这种概念 是可计算 可计算之数 来表述佛法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 阿森齐最后在佛经当中 很大的意义代表一种形容词 它已经不是真正的一个数字 是一个指着说 和无量无边的数目 那我再问你 到底是阿森齐多呢 还是恒河沙多 我还要想啊 还要想啊 来 来我问 认为阿森齐多的 举手 1 2 3 4 5 6 7 8 认为恒河沙多的 举手 1 认为一样多的举手 1 2 3 4 5 6 7 8 你呢 愿行师你呢 你都还没举啊 成树 成树 你觉得呢 我刚好没看到你 哪一个多 阿森齐多 当然是阿森齐多啊 恒河沙沙是那条恒河啊 有没有亚马逊河 有没有算进去 有没有把台湾的海岸沙滩算进去 没有 但无量数都可以算进去啊 他已经讲无量了啊 对不对 所以无量是没有边的 宇宙无边 意思是这个意思 所以无量数这么大呢 所以我们跟你讲 恒河沙完全是小数目而已 在阿森齐来比的话 它是小数目 但是为什么它经典会用恒河沙 你看看 它什么地方用 什么地方用 你看看 下方上行等诸大菩萨 就是一恒沙乃至六恒沙 有没有 为什么 一个失误再怎么多度涂地 不会度到无量数啊 佛都没办法度到无量数 因为佛也不能度无缘之人 所以佛也没办法度阿森齐众生 但是他会说 佛度几横河沙 几三千大千世界 有没有 还有我们当在讲空间的时候 法华星什么说 他说从事东方 将三千 我们在讲下半段 也就是所谓的基门 本门的时候 他更可怕 他说成佛以来是怎么样 这个世尊成佛 久远成佛 是怎么个多久远法呢 不是大通至圣佛 是更久远 那怎么成佛呢 他说三千大千世界 不是把地球 三千大千世界抹回围尘 是不是这样子 往东方一三千大千世界 下一层 是不是 然后把这些围尘都下完 弱点不点 所有世界在某围尘 一尘一结 世尊成佛以来过此结束 怎么样 无量无边 有没有 他在讲这个 这个就是要讲空间 用空间换时间 的量 但注意 他是有边的 他仍然有成佛 那个时候开始 一样有 了解吗 了解吗 但无量数是没有的 就没底 没有底 你懂吗 这是最大的 听懂吗 听懂吗 所以佛经当中 用各种方法来描述 他隐藏着差别 他隐藏着差别 这样了解 他有时候用空间换数量 换时间 空间换时间 用具体的沙子 来换数目 换有形的数目 空间换时间 具体的物质换 换具体的数量 但那个阿森奇 永远是最大的 他叫无边 无量数 阿森奇的名字就叫无量数 既然无量了 这样听懂吗 这样就很懂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在欧洲 发展数学的时候 发展的慢 但它一发展起来 就精彩了 欧洲产生数论 数论多精彩 记得我以前 我讲过一个概念 你比如说 无量数能够计算吗 理论上是不能计算 无量数 是哪个数 你可以拿来计算 但有个东西 可以间接计算 可以来知道它 什么呢 植数 植数 植 听懂吗 这植数就是 能够 只能够被它自己 跟被一除尽 没有余额的 像圆周率除不进 几千个小数点几千 后面 像 反正除不进就对了 很多东西都是除不进的 但植数是可以除得进 除了它自己 比如说 七是不是植数 是不是 十三呢 在实境卫法当中 十三是植数 十三不能被第三种数目除 对不对 它只能够被十三除 跟一根除 那 二十七呢 不是 二十七不是 对不对 那 二十三呢 二十三四 对不对 十七也是 对不对 十九也是 对不对 它分布起来很怪 就出现一个怪怪的概念 它到底是距离是在哪里 那 最后他问一个问题 那数目是无量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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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了 植数收不收敛 收敛就是 到底植数会不会也变成无量 数目是无量 那植数会不会也是无量 这个就是印度后来没发展的概念 但是印度人做解答 我不太清楚 听说这个是四季大困难 困扰了数 叫做数论家两四季 听说是几年前解答的 用电脑解答的 好惨 用电脑解答 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说植数是收敛 能够证明它是收敛 所谓收敛就是说 它不会无限大 我问你 七是植数 十一是植数 十三是植数 但十五又不是植数 对不对 要十七才是植数 你有没有发现 它们的距离是越拉越远 但是呢 越拉越远 那会不会有弹簧一样拉进来的可能 进到后来就停住了 这样叫收敛 那如果所有的一直拉越拉远 越拉远越拉远 这个植数到下一个植数呢 又要经历好几百万 又有一个 那那个呢再往下又要经历好几千万 又会跑出一个 人类就傻眼了 那这植数到什么时候才结束 数学家自己想这种问题困扰自己 你懂吗 这种问题到底跟人生的什么解脱有什么关系 我们实在想不出来 但他突然间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全世界哗然 因为脑袋 长猪的那些数学家 每个都想挑战 想证明说 好啊 你想出这问题 倒也算是个问题 来 我们来解决 解决完了能得诺贝尔奖吗 没有 也没有什么奖好得 但干嘛 爽而已 懂吗 人类很奇怪 有些剩下就是好奇 连我都好奇 说实在话 我在国中的时候读到这个问题 我当年知道说那是不能解决 我也觉得蛮好奇的 但说实在话那太难了 要做这种思考太难了 太难 那凭空去有什么解决方案 没办法 后来听说有解决 解决我也没去读 听说这是一篇论文 很大一篇 好 这就是无量数的概念 就佛法来说 无量数 是一个什么概念 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是 真的就是无量 那就是无量的无量 我说它无量 就是永远没底端 永远发散出去 叫做无量的无量 第二种无量叫做 形容式的无量 那是无量 有量的无量 比如说横河 你们刚刚会把横河沙 想成跟无量一样多 就是忘记了 横河沙是有量的无量 你也把它想成是无量的无量 所以你才会错解它 横河沙终究只是横河沙而已 它是有范围的 是在横河里的沙 讲难听一点 你终究数得完了 如果你真要数的话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但是无量 真正的那个无量 是数不完啊 命还活着就永远在数啊 这样懂意思吗 但是佛教在讲阿森奇的时候 不是这个概念 有两个 一个是形容式的无量 它是有量的 一个是真正的无量 它真的是无量 你比如说 我们问 时间有没有开始 那就是无量的 无量中的无量 没有开始 找不到开始 开始就变有量啊 对不对 那个地方开始 那往现在算 看经过多久 一定就有量 对吧 它是无死 这个概念 而且它不是线性 它不是线性 它不是线性的 它甚至还是圆圈的 不过也不对 也讲也不对 它应该算是线性发散 一直往无量的过去去 也一直往无量的未来去 它至少人类 现在想法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 时间非自信 时间是假名 时间是不可得的 本来应该是这样 那我假这个 假借这个形容 比如说 时间是无量这样 在人类经验里是这样 但恒河沙是无量中的有量 有没有 我们实在很难想象 怎么算 但终究它是很合杀 懂吗 好 三大阿森棋 应该是三阿森棋 大结的意思 三棋是指的 三个阿森棋 那么多的结 而且是大结 结有分 小结 中结 大结 一般没有特别指明的时候 我们讲 菩萨三棋 修行成佛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是指的 这个三棋是指树木 其实应该讲三棋结 结讲时间 三棋就是三阿森棋 它本身就是中性的 我也可以说三阿森棋 星星 我也可以这样讲 我也可以讲三阿森棋 树叶 树上的叶子 也可以 因为阿森棋 不过就是讲无量树 无量树的什么呢 后面那个单位 要不自己 你自己摆上去 但大部分它摆的是 树时间 懂吗 时间摆进去 这是摆什么时间 斜做时间 不是以小时做时间 不是以年做时间 懂吗 不是以年做单位 是以节做单位 而且是大节 这样懂吗 比如说三 给我三吧 给你三个什么 三棵苹果 三根香蕉 你要把单位讲出来 是不是这样子 不然我怎么知道 你要叫我拿什么东西给你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说 光讲三棋根本没意义 那个三棋是个树木 是一个中性的树木 没有单位在那里 对不对 但是佛经 特别是华人的经典 它都被简化 没有解释它的时候 没有特别说明的时候 三棋是指的 三棋结的意思 结是时间 单位 就好像苹果 三颗苹果 那个苹果 意思一样 懂吗 所以这里头 理论上简称 不能简称三棋 要简称三棋结 才对的 这样懂吗 但是现在一般都惯性 把它当作就是三棋结 这样听懂 OK 那么现在来了 三棋结 那个结是什么 那大小成分 好 那我们的时间到了 我们下一场课再说 先休息 向下闻常 复以来人回向 众生无边识愿度 众生无边识愿度 烦恼无尽识愿断 烦恼无尽识愿断 法门无量识愿学 法门无量识愿学 佛道无上识愿成 佛道无上识愿成 智归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法无上心 智归法 当愿众生 深入心脏 智慧如海 智归一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重恩 下其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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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休息一下